觉得说什么我怀差补玉我什么什么 那个孩子在那边屈原哭 我觉得这部门为什么会被裁掉 就是因为平常没有在做visability 没有在做刷存在感 公司就会觉得你 公司就会觉得你不重要 请就是调试到杠杆 我们现在已经喝到第几波了 生生不息的裁员 对 我觉得我超像心理智商师 我们是台湾女子Mia Mia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女子 她是Microsoft 2017-2020年年度MVP 就是年度最有价值的专家 同时也是两本书的共同创作者 Mia可不可以请你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Mia 在柏林大概住了四年多快五年 现在的话是在 龚友云的公司里面呢 担任Solutions Architect 就是帮客户提供 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 技术的指导跟推荐这样子 虽然不能透露 但是可以讲它是Fank Company之一 那大家大概就知道 那个level是在哪里 可以透露一下 你一天的工作的routine 大概是怎么样子吗 嗯 工作内容 Solutions Architect 我们其实是比较有多元化的年度目标要达成 所以平常的工作内容会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要跟客户开会 然后跟客户开会的对象呢 大概会是executive level 然后或者是技术的决策者 就要去听说他们最近有什么需求 然后如果他们做的这个专案 跟机器学习有相关的 他们就会找我们去开会 然后就去帮他们做整个solution的规划这样 另外一部分像我们的工作内容 也需要做公开的演讲 然后可能是帮客户做case study 可能是我们自己上台 讲说我们最近的技术有什么 然后大家可以怎么跟着我们 然后就可以做best practice这样子 队内的话我们就会跟产品 team有很深度的合作 会做到欧洲的go to market strategy 或甚至是全球的go to market strategy这样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来德国之前在台湾的工作经历还有背景吗 可以我是在高雄大学念应用数学 然后后来是到师大念子宫这样子 我忘记是跟朋友讲吧 就是说从宅宅变到宅宅中的宅宅 这样子就是一路宅这样子 精英宅宅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数学本身是一个很像在解谜题的过程 所以我就很喜欢解谜题 然后呢后来在写程式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bug 然后把那个bug解开的过程也很像在解谜题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是真心喜欢数学 对那听起来很geek 但是是的我是 很值得敬佩很尊敬 就是真心喜欢数学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真心的喜欢数学 所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喜欢数学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趣 我忘记最小是什么时候 但是因为我就会跟我妈说 我好喜欢数学 然后我妈那时候就嗤之以鼻 因为我妈可能not a fan 我是个喜欢数学的人 然后呢我忘记可能国小国中就讲吧 她说那你高中也要很喜欢啊 然后我高中很喜欢 她说那你真的那么喜欢 你就大学去学数学系 然后我就想说oh why not 然后到大学之后当然你数学系下去 就会超展开 就发现数学里面可能有ABCDE种数学 但是也许我心里面最喜欢的可能是只有AB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喜欢的那几个里面 又可以拿去使用在写程式上面 然后我在师大念资宫的时候 有花一年到瑞典的乌布萨拉做交换 然后交换的系也是资宫系这样子 你去瑞典交换 对 你没有想说要往瑞典发展还是来德国 我那时候有稍微看一下工作 但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准备 所以也没有在那时候没有拿到一个就是 我硕士毕业完可以马上做的offer 我那时候有一些同学 后来有因为交换而留在瑞典的那些国家都比较辛苦 可能是有战乱的背景 可能他要回家就要去参加打战 这么辛苦的背景 使得大家就是在当下就是不管学业考试什么的 他们就马上去申请下一个program去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的小孩就是 你知道我们没有那个战乱的那个背景 所以我们就是会觉得说好像这边可以看一看 那边可以看一看这样子 那这样瑞典回来毕业以后 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要来德国发展 我那时候其实本身就是觉得欧洲这边有一个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可能大家比较少提到 是一个气候的部分 就是在台湾是不是比较潮湿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交换去瑞典的时候是个大学生 大学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宿舍里面开趴 开趴就会桌上都有零食、饮料跟chips 然后不会软掉是不是 对 所以让我觉得开心的是 这个给过 你聊天聊了两小时你的chips 还是就是非常的chips 然后想说这真是太棒的国家了 然后就是那些很小的事情 每个人就是推动你最后的那个动力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给我的其中一个clicker 就是这个chips让我觉得心情很好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回台湾之后 我其实也是在台湾工作了大概四五年 然后也是有在想说可以在欧洲找工作 然后我就是在做技术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就会先看伦敦 然后柏林跟阿姆斯特丹 像我是宅宅 我就选一个很多宅宅的城市的好处是 你不喜欢你就换工作 不喜欢就换工作 这就是身为宅宅的傲娇 就是心情不好就换工作 所以你是说伦敦、柏林跟阿姆斯特丹 都是宅宅的聚集地了 yeah yeah 很棒很棒 我也嫁给宅宅 对对 那最后是怎么样选到这个柏林 那时候我在台湾的前同事 他跟他的太太两个一起搬到柏林 我们在技术上面就是会参加的活动是很类似的 所以他就说 哦 蜜亚你一定会喜欢柏林 我就安排了两周从台湾到柏林 然后呢 我做的事情是在柏林的下班时间去参加这边的meet up 然后在柏林这边的周末去参加Hackathon 就跟柏林的宅宅们组队去参加一个比赛 Hackathon就是呢 他在礼拜五的下午会提供给你一个题目 说我们到礼拜天之前 我们要做出一个跟智慧基层相关的专案 然后你就会跟一群你不认识的宅宅 然后一起组队 然后去完成 透过两天的coding去完成那个专案 你是说你来这边玩 然后还去参加这个组队的完成专案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是Top 1 Top 3我忘记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就是跟这群展开合得来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OK 后来就会开始找工作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德国这边有几种找工作的签证 比如说找工作签啊工作签跟蓝卡签 所以我原本的目标是先用找工作签来这边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拿到几个online的那个面试邀请 面试邀请 所以我就就是已经符合那个找工作签的条件 我那时候就开始申请 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申请找工作签证的过程当中就拿到 所以我就转成蓝卡 然后就转成蓝卡 对就顺利转成蓝卡 不愧是旅游来组队挑战的人 马上就拿到那个蓝卡签证 对 然后我觉得蓝卡这个好处也是 就是如果你有partner跟小朋友的话就可以一起带过来 这样子 对 所以你就带了partner跟一只猫吗 对对对 那你来之前你对德国有任何了解吗 你的德语程度大概是什么level 我那时候从台湾到这边的时候 我可能是在大学研究所吧 就陆陆续续上一些外语课 德语我那时候也是学一点 然后就一下就没了 拿到签证确定要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上师大晚上的那种德语口说课 所以是很基础的 大概是A1左右就来这边 然后我觉得来这边之后就是 大部分的工作内容大概都是英文为主 后来也会想到说想要偷听路人在讲什么 然后就想要多学一点 所以最近就蛮认真在多灵果上面 就是有听多些练习这样 那你来到德国以后你目前来了五年吗 对快五年 那你做过几份工作 我做过现在是第三份 第三份 对 中间的话我第一份来的时候 是去一间新创公司工作 然后我大概工作六个月的时候 公司就说我们的钱还足够再少三个月 然后我那时候很stress 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搬过来 然后那时候是先我先工作 然后所以我就会很紧张说怎么办 如果找不到下一份工作 我们两个就是包包困困困的要回去 可是明明才刚来 我这什么都还没玩到 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去上网 就是有很多招呼的联系 这点的话就是大家 为什么刚刚我们说 宅宅要找一个很多工作的地方 就是因为你搬来柏林之后 如果你的Linking上面是 Software Engineer 或者是Data Scientist相关 你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招呼的问候 真的是 真的每个礼拜都会收到 你一个线上也会有 对对对 后来就因为招呼的就找到 下一份工作是第二份 第二份的话就是在 在Real Estate Company 里面当Data Scientist 后来再到现在的工作做SA这样子 所以你目前做的是Machine Learning 相关 但你前两份工作其实有相关吗 前面两份的话都是做Data Scientist Data Scientist的工作内容就是 在帮公司建立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所以我之前的状况 有点像是在In-house 我做的是帮公司特别的Use Case做 然后后来我现在的做的这一个 是机器学习有点像是 可以做客户的Consult 就是等于各行各业的Machine Learning 我们都去指导他们去做 OK 因为越听越忙 我想很多观众应该跟我一样 就是非这个科技背景的 对 那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Machine Learning 当然是在干嘛 什么样的 怎么一回事 对 AI其实它分很多个层面 就是从最古老的状况 会是比较像是人类去写一些规则 让你的机器去follow这些规则 假设这是基数的话 就请你做这件事情 假设是偶数的话 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AI上面 就被使用到很多像是游戏 什么西洋奇 铺克牌或是什么的 那就会是比较传统的 然后到现在这几年的很夯的 什么Machine Learning 跟Deep Learning 它就是它的模型是更复杂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帮不同的方式去找Pattern 比如说我拍一张照片 你就分这是狗狗或是猫咪或是人 然后如果是我讲一句话 你就可以分别这是开心的话 或是生气的话 所以这些都是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应用情境 然后最近最红的什么ChatGBT 这也是我们这个月前一个月 都是很多客户来跟我们谈的 所以我们有没有压力 这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内容 稍微有点改变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非常就是high technical 那其实在新的use case出现的时候 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是C Level C Level比你想象中的还要FOMO 因为他们是要带着他们的公司前往到某一个方向 可是今天ChatGBT来了 他们却不知道要怎么做 所以他们就会跟我们的同事很慌张说 怎么办我要怎么用ChatGBT给我 然后我们的同事就会来shake我们的肩膀 就说你是Machine Learning专家 我们要怎么帮我们的客户 所以在一开始的那一个月 我们觉得我超像心理智商师 就是我要去就是安抚我的就是同事们 我心理智商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心理智商他的客户 就是整个产业链大家都需要一个被安抚的心 这样子 那你是怎么进入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领域的 你之前是数学之工嘛 那个时候应该都还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跟AI比较熟 是在我硕士的时候做的那个硕士主题 然后我们的那个Lab里面 所有的学生在做的主题都非常的好玩 就是有人是在做扑克牌的策略模拟 有人是在做麻将的策略模拟 然后我那时候做的是日本将棋的策略模拟 都在赌博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你打开我们Lab的门 就是大家可能在玩桌游 然后你就说我们在做研究 这样子 真的吗 一半一半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是从比较traditional的 然后到后来现在的新的东西 其实也是边做边学 所以我觉得不会是说我学的东西 马上现在搬过来就可以无痛使用 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有一些学习 然后去看现在的use case是什么 这样子 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有一点点是在朝这个方向了 有一点点 对但是你其实不会知道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工作 因为那时候Aircraft machine learning 没有这么红 你现在回去看你就会说 哦你follow your heart 但是那时候就说蒙懂无知吧 蒙懂无知 但误打误撞的就是走进一个最夯的产业这样子 嗯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身为女性 然后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科技业 目前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是大家会去讨论 woman in tech 或是什么woman in AI 但是我再去回想到我以前为什么会去喜欢就是数学啊 或是到我后来做AI这件事情 其实是跟性别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就是 譬如说你今天坐在这里看电视 没有人会去问你说身为一个女生 你觉得看电视有什么样的挑战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但是大家怎么现在开始就会问问题说 你现在身为一个女生去写程式 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把写程式或是科技把它贴在 就是男生比较主导的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如果你很喜欢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事情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性别的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性别跟产业 其实是你觉得没有什么差别或挑战的 在我一开始是学生的时候 会比较有感受到的是 他们就会看着我说 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个conference啊 你是不是什么公司marketing部门的 然后我说我不是 我说我是写技术部门的 然后我一开始就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觉得我是行销部门 你今天又不会看着一个男生去conference跟他说 我觉得你是HR部门 就是预设立场 为什么要有这一种推论 你当然这些话会对你来说 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人家可能是想要找你聊天 人家不是恶意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不会来搭上我就说 嘿你是一个工程师吗 这些自我认知的时候 人家一直去质疑你 你就会觉得说 有些动摇 可是如果你自己去搞清楚说 我自己原本就喜欢写程师 我原本就喜欢数学这件事情 那我喜欢的这件事情 不管别人喜欢或不喜欢你 你都还是会继续做继续做的话 那就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你 好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因为你在台湾的科技业 还有德国科技业都工作过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在德国科技业的性别分布 与台湾科技的性别分布有什么差别吗 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2比8之类的 就是台湾2比8 可能没有到3比7 然后 你说2是女生8是男生 对 2是女生8是男生 然后在台湾也可能会有一些1比9 甚至1比10 然后我以前待过 我觉得技术部门里面 男女比最好的是2比3还2比4 2怎么比3 2怎么比3 那2个女生加3个男生就是一个部门 5个人就可以是一个部门 哦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要加起来要是10 你知道我数学不好 我想说2应该要比8 所以是 蛤那这样就要再乘上去 这样是多少 4比6 我不知道不要 我不要再聊 反正请观众自己算 就是 累耶 然后欧洲这边我有遇过 1比1的 真的有办法到50% 50% 50% 那是因为可能部门比较小 然后部门越来越大的时候 目前可能也是大概1比3左右吧 1比3 1比4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 光看男生女生比是一个指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 这间公司女生升迁的机会有多少 他不是只有害了你 而是确保你健康快乐成长著重 在这个公司里面 确保你的声音是被大家听到了 确保你的专案是大家都想要参与的 我觉得这个比泰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好那这样子 德国科技公司的女性主管比例 跟台湾科技公司的女性主管比例 来来聊一下 对这个就 哦这个有经典耶 我现在想一想 好来来 其实我就讲欧洲 可能我就看到两个女生的主管吧 然后但是以前在台湾假设是同样的状况 可能真的是比较少看到女生的技术主管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讨论说 女生的声音是不是可以一步一步的被听见 然后是不是可以到主管或者是在高阶主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indicator 因为当你一开始在初出茅庐 刚出社会的时候 你可能最想说我来当工程师 可是后来会遇到哪些问题 有些人可能因为陈嘉丽也有小朋友 然后所以她可能就会消失在职场上 也许她会回来也许就不回来了 所以越往高层去的这个女生的主管的机会 就越来越少 那你自己的目标呢 你会想要朝这个女性主管的位置冲吗 我觉得可能要想一想 因为呢我现在的公司是美商 所以Hack Forward会是在比较美国那边 就会变成是你想要往越高的地方去 你的visibility要越高的话 你的跟美国的那个市区overlap 就要越越越高 然后这件事情我有没有那么想呢 我觉得可以再思考看看 对所以我要提早问题 这原本我要放到最后问的 但是因为刚好聊到 对 大家都知道其实科技业来说 美国或是矽谷是一个就是科技人的一个梦想之地 他可能给的薪水最好 福利最好 然后更多的工作机会 那身为就是处在科技业的你 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德国去美国发展过吗 我目前是还没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你搬到每一个国家跟城市 其实你不是只有因为工作而搬过去 你还有他附近的生活机能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生活机能 就会像是柏林伦敦这种 大家叫做Metropolitan City 就是你用大桌运输就到处玩的那种 不用开车的 对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城市 然后还有就是跟很多diversity文化的 还有就是艺文圈的文化的 就觉得说出差OK啦 但是搬过去生活 心里面的动机没有那么大 动力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可以假设说 你目前是蛮满意在德国的工作 还有生活 没有再搬出去其他国家的计划 是这样吗 美国目前是没有想 但我跟我先生有讨论 也许慕尼黑吗 还不知道 但还是在德国 目前也是 所以你整个工作的职业 工作上有没有遇过什么最大的挑战 有一次是比如说 我觉得我在技术上 是远超过我的同事 但后来我们那时候的主管 却决定要去先升迁隔壁的同事 而不是我 那时候我就难过到 在那个 博顶不是有一条盒是spray吗 想跳下去吗 我就坐在那个凉椅上 我就 很受挫 我觉得那个受挫是觉得 我觉得我对我的技术 这么有信心 然后你去选一个那个技术 的人 然后去拉拔它 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到底是 它不可能 对 然后我想说 技术怎么可能会输它 可是后来我再去看到的就是 在整个升迁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想要看到的是 你跟其他团队去沟通的时候 不是只有技术上面 你还要去做stakeholder management 他就是非常的会做stakeholder management 然后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专案 然后我们整个会影响到的其他部门 他可能平常就是很会去 大家讲的高官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让他的visibility非常的高 所以因为他的沟通跟visibility 大家就会知道说 我们这个部门其实一直有在做这些事情 一直在做什么 然后我那时候看不见这一点 我会觉得 在技术深浅的过程当中 当然就是要以技术为主啊 哪有人在那边管理其他的东西 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后来就是等于是 重新去思考说 我到底是把stakeholder management 这件事情 我的优点数据排哪里 我也有可能真的是排最后 我根本不会去发那种公司通知信 说嘿我们东西上线咯 就是我不是那个 会去把那个connection的点连起来的人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是 其实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他们也是很需要像我同事这样的角色 去知道说我今天business要了什么 我技术交付了吗 交付了用什么方式交付的 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确保这个技术的团队的visibility 其实是高的 不然特别是像去年那种covid期间 很多技术部门为什么会被拆掉 就是因为平常没有在做visibility 没有在做刷存在感 公司就会觉得你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covid期间 很多技术部门会直接消失的原因 就是真的是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做好 结束那份工作之后 我换到我现在的这个工作之后 我非常记得那个lesson learned 这件事情非常有帮助在我现在的工作上 因为我需要跟客户的c-level沟通 我需要跟主管沟通 然后我现在是看欧洲的客户 那我也要跟美国的就是做沟通 才会知道说欧洲这边的天下 是你们帮我们打的 然后确保说我们的visibility又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你一开始觉得是挫折 可是如果你当你真的去去看 你缺乏了什么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技术于你 如果你一直卡在那边 你人生就会越走越窄 卡住 对然后而且你会觉得说什么 我怀差不遇 我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头疆那样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 那时候会觉得挫折 有时候不是说当下的你不好 而是你可能你的其中一个技能 已经太太前面了 然后你其他的技能 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怎么卡卡的 但是后来再退一步之后 这件事情就是整个非常的开心 你就会收到很多不同的专案 不同的人的合作 所以你现在有开始在刷存在感了吗 唯唯我那 我现在是比较会做的事情是 结合很会刷存在感的朋友 然后如果我觉得不好意思 顺便一起刷 对他他一定会讲说 我最近跟蜜亚一起做什么专案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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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找一些 他原本就是负责在做这个广播系统的人 一起做事这样子 但我觉得对耶 这个很重要 就是让大家知道你在干嘛 你会干嘛 对 所以这个刷存在感是有必要 就是你自己技术好没有用 没有人知道啊 对 王静之前那时候 反正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看了很多书跟文章 他都说你觉得你自己爱爱内涵光 可是重点是你主管每天都看着满天星空 然后你在旁边爱爱内涵光 你希望你主管找到你 他根本找不到你啊 你要在发光的同时 你还要大叫说 我很烈啊 然后他才会去看到你说 你也很亮这样子 对 因为你可能别人也很亮 而且别人又很吵 有人没那么亮 但是他很吵 所以他就会受到主管的吸引力 所以你要想说你是一个很亮的没错 可是你的声量也要够 你觉得你不自在自己讲 你就找那个很喜欢讲的人帮你讲 这样 有没有做笔记 对真的很重要 对啊很重要 就是除了技术要提升以外 就是你的能见度也要一起提升 对 你觉得台湾人在德国工作的优势 就是与弱势在哪里 嗯 弱势刚刚有讲吧 沟通方面 我自己在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 就是逛行是成品还不知道哪里的书店 然后那时候有一本书我就拿起来看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日本的顾问 在教就是日本的C-level 怎么去做商业的对话 然后我里面翻每一页 我都一直强烈的点头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的人在职场上面的沟通的话 真的是等于就是跟日本人一样就是非常的 谦虚 然后非常的不知道怎么speak up 然后非常的非常的温和 很有礼貌 但是别人不知道你是有礼貌还是没想法 哦 这两件事情是你心里面觉得说 我很有想法我只是很有礼貌 然后但是别人在开会的人就觉得你没讲话 说奇怪你今天是不是没有在专心听 这后来的观察来讲的确是 我觉得台湾的文化的这个 讲话要有优先顺序这件事情 就真的太有礼貌了 然后如果你是在一群欧洲人当中 你一直在排队排队排队 那会议就结束了 我们有什么讲又有序 有什么要排在人家讲完 不要一直插嘴 我同事会在那边说 我怎样怎样 然后就amuse自己 然后就在那边讲很多 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不要中断人家 我就一直等一直等这样 但是你遇到同事这样 你会心里觉得怎么这么没礼貌 一开始会啊 会想说他到底 他讲的话很重要嘛 但是至少他就是让自己 呈现在一个 他不会觉得尴尬 他永远他想到讲什么 他就讲到什么 假设像刚刚讲说 欧洲跟美国同事 美国同事可能一年跟你开会 也没几次 那你那个存在感 没刷到的话 他可能也不太认识你 所以你就是要想很多这种 就是去保持联系的这种方式 优势的话 当然就是说 以技术相关的人来说 就是技术是相对比较强项的 对 台湾人 对 但是技术强项的同时 就是刚刚其他那些就是软技术 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的 那最后呢 想要请Mia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 如果也想要来德国科技业工作的朋友们 或是目前正在德国念书 未来想继续留在这边 就是从事科技业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建议 今年就比较辛苦嘛大家 就是去年跟今年的话 大家都大裁员 然后可能 不管是大公司或小公司 都瘦身瘦了三次以上 可是我觉得就是科技本身 还是很好玩的 就是科技它其实是在很多个面向 AI也是在很多个面向 然后不一定会是在科技公司 你才可以做就是写程式的工作 你也可以在医疗业写程式 你可以在制药业写程式 所以在德国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在德国的企业有哪些 然后可以去从中找到你有兴趣的题目 Case Study有哪些 然后去从那边去准备 这样不管你是技术的人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Marketing 或是说其他部门的人 你从Case Study去准备 你就可以去对应到 你原本在学校学的那些技术 然后去把它补强这样子 嗯 好 现在又加一题 因为刚刚聊到这个全球大裁员 对 尤其科技业这部分裁的也蛮疯狂的 那身为科技业的一份子 你如何自己心里做准备 还有为下一步做准备有吗 在德国这边工作的好处是 那个劳工团体的声音非常的大声 对 所以今天全球要裁员的时候 那个刀子就会先下在别的地方 然后后来才会往欧洲的部分移动 在欧洲这边 特别是假设你今天拿兰卡 或是拿一班工作签的人的焦虑 没有像在美国的人这么多 是因为欧洲这边的福利稍微好一些 对 就退一步想 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被累了 你就是有两三个月的告知期 你的薪水还是会造临 然后你可能之后又是那个失业补助金 就也是造了一个几个月 好像也不赖 赚到价值的感觉 所以对 就是我觉得都 就是这个部分 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没那么大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选择 在欧洲生活的人啦 会选择在这边的原因 你脚碎脚的很痛 但是在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 其实是让你自己的压力程度没有这么大 可以先看想要去哪些国家玩了啦 趁淡季的时候去一去 先排好这样子 然后事情一发生就直接急跑 机票买了 自动定这样子 对对对 没错 好啦那今天非常感谢Mia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在看影片的观众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留言 然后再拜托Mia 下版来讲一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我们下次见 Tschüss